当时的国族就是人才积极 除了孙茂珍指导 像杨晨 孙靖海等等 当年在欧洲五大联赛都是可以立足的 但二十年过去 如今国族在流洋人数大赛成绩的方面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外界对此总有一种说法 叫中国球员一代不如一代 二位认同这个说法吗 米卢可以先回答 这些年轻人的表演 很高兴 你会有这么多好玩 他们是很好的表演 他们都做得很好的表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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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非常非常愿意 有一个表演 有一个媒体的表演 有一个媒体的表演